大家好,虾仁炒黄瓜,人人都爱吃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虾仁炒黄瓜特别好吃的家常做法 炒菜的虾仁鲜嫩肉味口弹 黄瓜脆嫩爽口,营养翻倍 家人都爱吃,做法特别的简单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准备10块钱新鲜的大虾 然后把大虾处理一下 先把他的头取下来 接着把虾仙也全部取出来 用剪刀从虾背剪开 这个虾尾给它剪掉 接下来把虾壳慢慢的取下来 我们这个是新鲜的虾 所以虾壳有点比较难去 这里还可以把大虾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下 那样再取出来,虾壳非常的好去 像这样一个虾仁就取出来了 一会儿的时间,这个虾仁全部剥好 放到盘中 再倒入适量的长江水 下手把虾仁炒起干净 大家看一下,这个洗虾仁的水非常的浑浊 现在把它倒掉,用流水再冲洗一遍 下面开始腌制 放入食物盐少许 放点胡椒粉去腥 适量的生抽提味 适量的玉米淀粉 料酒 下手充分的抓板均匀 先把虾仁僵制一下 大概抓两分钟 一直把虾仁抓至粘稠 像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两根收上摘的黄瓜 洗干净,用削皮刀削掉外皮 然后再将黄瓜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段 再一分为二切成黄瓜条 切好之后装盘备用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最后切成长条 切好放到另一个碗中备用 准备的小料有葱姜蒜放到碗中 下面来调个料汁 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 适量的清水 少许的胡椒粉 半勺玉米淀粉 一丢丢的食盐 鸡精 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水烧开 把胡萝卜放进来焯水 焯水时间不会过长 这样在烹饪的过程中减少时间 捞出控水 下面把虾仁放进来焯水 大概焯水一分钟 捞出 这样虾仁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另起锅倒少许的油 油热小料放进来 炒拌均匀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倒入黄瓜条 胡萝卜和虾仁 炒好的料汁也放进来 充分呢快速翻炒五六七八下 炒至黄瓜断生 最后再放入几个葱叶 芝麻香油 泡拌均匀 美味细成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盛入盘中 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虾仁炒黄瓜 就直到完成 这样做出来的虾仁鲜嫩入味又口痰 里面的黄瓜和胡萝卜 也吸足了虾肉的鲜汁 吃起来非常的脆嫩又多汁 营养翻倍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 就连家里有挑食的孩子出锅也抢着吃 好了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留言转发加关注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有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